這件 這個是玉帶扣 玉帶扣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古人用在綁這個 做褲帶頭 褲帶頭的 這個是買來的還是換來的 買來的 買多少錢 那個講兩個大概一萬塊 買了兩個喔 總共一萬塊 那邊還有一個 那邊還有一個放在書包裡 對 所以一個平均是五千塊 這是一個白玉的玉帶扣 可是一點都不白啊 對 它還是白玉 就是所謂的叫軟玉嘛 灰啦 灰色的 灰白玉 好 我們來見價 請老師見價 那這個很明顯 像你買這樣的東西 不是 你出來我就覺得很明顯 第一個好像斷掉了 斷掉了 很明顯的一個斷裂 對 像這樣的東西 這物件等於就是一個 破損的物件 它到底沒有什麼藝術價值 這是機器 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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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這樣平行人出來 所以這是很新的做法 這次好像是機器丟的 是啊 是啊 很明顯的 這是玉帶扣的 不是那個腰帶的 不是腰帶的喔 它是我們過去要批左刃 就是古代的 我們放在這個衣服 我們衣服這樣扣起來 扣起來的 在這個上面的 這個不是放下的 這怎麼扣 沒有 它是當時就是 我們的衣服是沒有扣子 是這樣 然後從這個地方 把它勾住的 所以它這個等於是 有點像扣子的 對 勾住的 古人的神秘工具 以前有一樣 有銅的 有銀的 是 玉帶扣 是後面才變成把腕的 過去這個原先的使用 不是這樣 大家好像對玉帶扣 很有興趣 是啊 對 因為它那個 這個形式看起來 應該都是後方 大家把腕用的 因為太怎麼樣 太粗糙 而且非常的突出 你看這個古代的玉帶扣 這是鵝手 就是鵝的頭 鵝 它用鵝手 它以前 他們用的有鵝手 龍手 甚至於是羊 這個形式大概是這個樣子 人家那個是非常優雅的 一個動作的 知道了 不會說非常突出 那這樣戴起來不好看 那剛剛那個 慈老師有講說 也有銀的 有銅的 有金的 有錯銀 錯金的 大概就是像這樣 都是非常優雅的 而且這個很好看 你看看 這個好漂亮 對 都是非常優雅的款式 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 像這種 所以就是古人的 衣服上的裝飾 裝飾 對 功能性 功能性 對